关注前程密码 了解全球财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钱道 这个6月12号的时候 美联储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个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报告 它每年都会出两份 这份报告是半年报 涵盖了目前的一个经济现状 市场现状 以及未来美联储对经济市场潜在可能性的一个预期 一般各大财经媒体论坛的分析师 在做分析判断的时候 都会拿出这份报告当中的一些内容 作为一些推论的一些依据 所以这份货币政策报告 就是我们在讨论美国经济问题的一个缩影和一个根源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通过解读这个报告 我们可以直接去了解到美国的经济 美国市场幕后的推手 也就是美联储 它对市场走向的一个看法 所以很重要 我们从这份报告当中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中短期来看 也就是一年到三年之内 大概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中短期主要有两大看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跟通货膨胀有关 美联储的这份报告当中 它显示中短期 美国的通货膨胀不会到来 不仅不会到来 反而通货膨胀率还会降低 根据美联储的统计 2002年的2月份到4月份 通货膨胀率已经从1.2%下跌到了1%了 然后根据推测 2020年一整年的通货膨胀率 可能都会维持在0.8%左右 这个到2021年 就明年的时候 可能会回升到1.6% 2022年的时候呢 可能会回升到1.7% 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大概要花费将近三年的时间 通货膨胀 才会恢复到2019年1月以前的这个水平 其实看到这里啊 我相信很多了解这个通货膨胀 基本理论的一个朋友 可能就已经开始纠结了 在3月份的时候 美国政府就公布了大幅降息 和无限量化宽松QE政策 一直到现在 3万亿美金从天而降 流入到市场当中 很多人都在担心啊 因为这个池子本来就这么大 钱变多了 那购买力肯定会随之下降啊 通货膨胀也就到了 这个时候大家手里的钱 就会变得不值钱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联储 办年度报告 居然是这个结果 这个有点太让人出乎意料了啊 为什么 美联储的他的这个调查报告 通货膨胀率不增反 这样呢 很多人都在纠结这个问题 其实啊 这个原因非常简单 央行印钱发行了很多货币以后 有两种情况之下 虽然这个钱变多了 但是呢不会产生通货膨胀 而且甚至会降低物价 这里呢前道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在讨论经济结构的时候啊 咱们可以把经济分成两块 一块呢是生产段 另一块就是消费段 如果说有更多的钱流入了生产段 进入了企业 用来扩大产能 或者提升这个科技水平 增大生产效率 在这种情况之下 制造商品的速度 那是不是就会变得很快了 制造出来的产品 是不是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呢 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那就会导致供求关系当中的供应变多了 那市场的需求 因为没有供应多啊 就会产生什么 产能过剩 这就会降低通货膨胀率 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东西变多了 你的产品 你的商品变多了 供大于穷 那商品就会越来越便宜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钱呢 它流入了消费段 很显然哦 大量的钱到了老百姓手里面 那你手里的钱 是不是就会被稀释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 还没有造成通货膨胀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新增的货币 还没有投入到消费当中 大家说你的钱多了 被稀释了 但是大家的购买力在下降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钱给了你 但是不让你花钱 你没有地方去花钱 那不是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了吗 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种 就是钱去了生产端 提高产能 供大于求 第二种呢 就是钱虽然进了消费单 但是这个钱呢 它还没花出去呢 它家还没有开始消费呢 好的 那我们就分析一下 美国现在到底处在 哪一种情况之下 在美国这些钱啊 有的是直接救助了个人 这个是进入了消费段 有些呢 要么去救助中小企业 要不就是进入大型企业 归根到底 你救助这些公司 救助这些企业 主要就是为了让什么 一些公司 它有足够的现金流 去维持引运 而且呢 就是有一些大型企业 啊 主要航空企业 这些企业拿到钱以后 它并没有提高产能啊 而是进了股市啊 就是说这些钱啊 它并没有 给社会去提高 这个产能的这个生产端 绝大部分钱都是什么 都流入到了消费段 但是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呢 这一点呢 美联储其实是有解释的 美联储说啊 这个美国现在个人储蓄 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接近34% 也就是说现在美国人啊 至少从那个2月份 到4月份这个期间 美国人家家扎扎都不花钱 而且都开始存钱 这就有点奇怪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只有咱们亚洲人 中国人喜欢存钱 美国人他通常都是 靠信用卡都日啊 花钱大手大脚 没有什么好的储蓄习惯的 怎么就他们开始省钱了呢 这一点呢 美联储他也有解释 他的解释是说呢 因为这个现在 美国家家户户 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 他对于这个经济啊 经济的走势有担忧 而这种担忧呢 就是进一步 影响了大家的一个消费欲望 不过对于美联储的说法哦 我个人并不能完全赞同 美国现在老百姓的储蓄率 是有一些提高 因为你看现在 你这个月就能拿到钱了 那不代表你下个月 还能够拿到钱 下个月拿到钱了 那也不代表你年底 就能找到工作啊 所以呢 老百姓心里没有安全感 储蓄率高一点也正常 但是老百姓对经济担忧的只是一方面 我这里还有一个数据 6月16号的时候 当天美国发布了一个最新的统计数据 说这个美国五月份零售业的销售额 大涨17.7% 涨幅是创了月度最高的 而且特朗普总统还特意发了一个推特 感慨了一番 这就完全证明了 美国人民不是不肯花钱 只能说啊 在这个疫情期间 美国的这个各大型商场零售店 因为它都是关门大敌的 而且的话呢 它还爆发了全国性的骚乱 老百姓没有地方去消费 花钱的地方变少了 你看最近商场开门了 所以老百姓开始购物了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这个美国这个通货膨胀啊 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来 有可能呢 通货膨胀率还降低了 但是现在不到来 只是时间往后推迟了 未来的一到三年 这一切都是要消化的 现在的降低 是为了未来的一个通货膨胀的趋势 埋下了一个负比 我们接下来呢 就看另一个重点 就是失业率 关于失业率这一块呢 美联储说 中短期不会降低太多 可能预计需要两三年时间 才有可能恢复到 疫情前的一个水平 根据美联储的推算啊 可能要到2022年12月份的时候 它这个失业率 才能够降到5.5% 那么在疫情开始之前 也就是这个2019年年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 美国失业率 其实是处于50年来的最低点 3.5% 那我个人呢 对失业率的看法 跟美联储的这个失业率的预期 是一致的 我个人认为啊 中短期影响美股走势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失业率的问题 而短时间内呢 这个失业率啊 其实是很难降低的 很难降低的原因 就是有一些企业 它在疫情当中关闭了 倒闭了 永久性关闭 而且呢 还有很多 之前提供了大量 工作岗位的一些公司 它现在要维持经营啊 所以它必须要减少 一些不必要的开销 然后呢 去关闭一些岗位 但是在这里面啊 大家可能会发现 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这一次货币政策来说 所有的时间点 都指向了一个年份 这个年份呢 就是2022年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短期一年内 它的这个变动幅度会很大 没有办法去预测 中期啊 一到三年之类 也就是2020年 一直到2022年的时候 那么通货膨胀率 它会缓步的平升 而失业率会慢慢的下降 经济呢 也会慢慢恢复到 疫情开始之前的一个水平上 所以其实呢 讲到这里 我们已经了解了 美联储的这次报告里面 已经把未来经济中短期 一到三年的预测 基本上已经告诉我们了 但是这边啊 就来了一个问题 可能大家都想了解哦 你说这个美国未来的股市 包括经济 它到底会怎么做 我个人认为啊 美国股市 可能在一段时期之内 还会看涨 但是这句话呀 咱们还是要修正一下 美国股市看涨 但是是因为什么 它不得不涨 这一次的看涨 它并不是因为 经济繁荣所带来的 而是新银的操票啊 砸到食堂里面 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泡沫 所以说呢 如果说疫情退出以后 接下来 美国可能就要面对的是 一个大的通货膨胀时代 而在这个时代当中 有没有可能会碰到泡沫危机啊 没有生产力去背出的泡沫 有没有可能再破灭呢 关于这一切的答案啊 都是一个未知书 总之呢 这个美国大选过后 无论是特朗普 还是拜登上台 都无可避免要面对一个烫手的善意 美国即将步入一个大通货膨胀的时代 好的 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前道不申感谢